現在在彰化的西湖 西湖躺廠旁邊喔 虧喔 有一句話說 如果你終究要開歐洲車 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開呢 對不對 雖然沒有規定一定要開歐洲車啦 但是可以開開看嘛 如果可以讓你選擇一個比較 壓力不會那麼大的車子 歐洲車你會選什麼車呢 今天有一台車很不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台 Chicoda Octavia 歐洲車到底有什麼迷人的魅力呢 對就是有 哈哈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一台 Chicoda Octavia Combi 它是 Combi 而且是1.6 TDI 柴油版本喔 我們看一下它的頭燈 哇 魚眼頭燈耶 這是HID的吧 HID的 然後下方有個霧燈的配置喔 整個車頭是Chicoda 非常經典的一個設計 直撲式的水箱護罩 非常優雅的一個身形喔 我們看一下側邊呢 16寸Skoda的標準鋁框 然後側邊有一條折線在手把的上方 一直延伸到最後面的車尾燈 整個車身的側邊的線條 非常的聲勢非常的優雅 平穩 後方呢就比較屬於 比較保守的一個設計了 來 Combi 車型的呢 就是因為它的空間需求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台車的空間 表現到底怎麼樣 哇 這是SUV的大小了吧 好長喔 這個內部空間很大耶 我拿這隻雞毛毯子給大家看 大概只有一半左右而已 太大了 這個將近600公升的一個容積 車後箱空間這麼大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後座空間表現怎麼樣 這個是硬的 這邊是皮革的 大概是這樣整個內部 來 這是布椅 農布椅 來看一下喔 前座我已經調整到我的座姿了 哇 這個兩個多拳頭耶 太屌了吧 空間很棒耶 頭部空間超過一個拳頭 這個空間真的好 中間呢 有一個冷氣珠風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超過一個拳頭耶 看一下側邊的表現 這座三個人 一定沒問題 這空間非常好 我們看一下前座的配置喔 我們去看一下前座喔 走走走 來 直接開門 看一下它的用料喔 這全部是硬的 硬的 這邊是皮革包覆 六項的手動調整 融布椅 直接坐進來 我們實際啟動來看 雙圓式的柴油車 Skoda的方向盤 然後車機 很可愛的車機喔 小小的 一個小車機 雙驅橫溫空調 香QA 7速DQ200 DSG變速箱 雙離合 然後這裡呢 有怠速熄火 手拉式的 變速箱 那個手煞車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整個設計 然後頭頓有自動起閉 其實還OK啦 很務實的一個設計 然後這邊全部是軟的 軟的 這邊是軟的喔 一直到下面都是軟的 整個環倉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哇 這個 這個跟Bosswagon 那一模一樣 然後自動防線後視鏡 這一顆也是 一模一樣 哇 這個車子 不出去開 怎麼行呢 我們實際上路去試開看看 我們Let's go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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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了 我們來試這台Octamia的空壁 我們Let's go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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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太開心了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彰化 彰化西湖 西湖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杏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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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都是這邊最有名的名產 然後這邊又有什麼 西湖堂場 來這裡吃雞的餅 有沒有 非常好 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 西湖還有一個牛肉鍋 滿有名的 那我們今天就是很開心 又有一個很奇怪 很熟悉的面孔的一個車主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這台愛車 Octavia Octavia 德國怎麼辦 Octavia Combi 這個我們非常熟悉的老車友啊 男高音馬丁啊 哇真是 聽說你最近要辦活動 對對對 我們在7月4號週日的下午3點 我們要辦一場個人的就是音樂會 個人音樂會啊 對對對 那我們可以參加嗎 當然都歡迎啊 免費的啊 對 聽說免費 你在做公益是不是 我們希望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專業呢 能夠回饋給台灣的社會 因為台灣這一塊真的比較缺 蠻學古典音樂 尤其是歌曲這一塊 我希望能夠 就是讓大家認識這塊東西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把那個 資訊連結放在下面 我當然歡迎 說明欄 大家喔 搞不好來辦個車去對不對 順便認識一下 看到你的車 不要看了幾台 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OK 那今天還是我們先來聊這一台車 對 今天來聊這一台Skoda Skoda 怎麼拼 是Skoda還是 Skoda Skoda是傑克語 Skoda 它S上面有個勾勾 它在傑克語裡面發 Skoda 英語才是Skoda Skoda OK 那這車什麼時候叫的 這台車是2015年的7月賣的 7月 所以差不多5年左右的時間 差不多5年 開了多少里程 16萬6 166505 對 16萬6塊17萬 對 也真的是很會開 你們家的每一台車都這樣子 因為其實它有參與到公務車的行程 喔 它也算是公務車 它也蠻彈性的 我不在國內的時候 它都會參與公務車的行程 這台是你主要的座駕 對 我在台灣的代步車 OK 你非常喜歡的一台車 我非常喜歡這台車 OK 那這個車子在開之前是開什麼車 這台車之前開 我在台灣之前 這台車是添購的 這是添購的 所以沒有前車 對 這算我第一部車 有需要多一台車 那當時要買這車有沒有什麼條件 第一個 我當時就是鎖定的Vager的車款 旅行車 空間要大 對 那有什麼樣子的口袋名單 當時 還有Forsfagen的Golf Barriang Golf Barriang 對 還有Pegro的308SW 308SW 還有嗎 然後還有一台是福特的Mondel Mondel 對柴油 然後還有這一台 還有這台 Altavion 那系諸同門的Golf 我們先來聊 Barriang為什麼沒上 它真的是有點可惜 第一個 台灣沒有賣柴油款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想要開柴油車 第一個看上它的高速公路的油耗 真的是太漂亮 太漂亮 沒有柴油版 在以台灣的路況來講 其實柴油車還蠻適合的 因為它常常有紅綠燈 你不需要走走停停 那在四群裡面帶一部的話 你就需要大扭力 才會好開 所以等於說沒有柴油你就不要 對 那時候就喜歡柴油引擎 那好吧 那沒辦法 沒有柴油就沒得選 對 那那個勒 那個Pegro的 Pegro的話 Pegro的SW 它是1.6的HD代 但是那個時候呢 它就是一個後座空間 它後座空間 依照它的車場跟這個機具 你覺得不應該只有這樣 對 好吧 那就是空間的問題 而且它價格也比 比這個貴 那 同樣是1,600的柴油引擎 它用料可能比較好 我覺得看起來 也沒有 可能是同級距離 同級距離的車 那Mondeo不是 Mondeo就是 Mondeo後座大 很棒啊 它車型帥 它車頭老實說真的蠻好看 但是呢 它有一個問題是它的車場 它屬於大型房車 對 它到4米8 那你到市區停車的時候 你就是要乘車一下 不容易 這個車位 車格的那個大小 你要稍微看一下 有時候呢 前後車停得很近的時候 那你這個車位就要被迫放棄了 了解 對 所以最後就是在種種的考量之下 還有空間 最後選擇這台Octavia控 沒錯 我們馬丁男高音燈 他這個要辦這個活動 我們一定要去給他支持一下 對不對 但是記得去的時候 不要穿短褲 穿拖鞋了對不對 這就是輕鬆啦 因為我們這次辦的是沙龍的音樂會 所以不用穿高 不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不需要 穿正常就好 也希望就是盡量穿 就是不要穿拖鞋 對對對 希望不要穿拖鞋 OK 沒關係 大家來體驗一下 有機會體驗一下 反正免費的嘛 很機會難得 我們剛剛聽了馬丁分享 他這車子的買車過程 我比較想知道 你開了這段時間 而且開了16萬6千多公里 有沒有什麼優點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多人想要買VAG的車 或德國車 這一台算是比較入門的 就是既然你要買的 終究要開德國車 為什麼不一開始 他的Slogan是這樣 他是聰明的就懂 聰明就懂 好 那你跟我們講要怎麼聰明一下 有什麼優點 就是他的加速非常現行 加速現行 老少嫌疑 柴油車加速現行 你看一般 像我們開這個 1.6TDI的柴油動力 對 他的動力是趨近於比較中性的 他不管今天是長輩 或者是剛入門的新手 或是男生女生 你只要開到這台車 你就上手度 很容易上手 很容易上手 因為有些車子他扭力太大 很怕 就像是KUGA KUGA真的很會怕 KUGA2.0的TDCR 你油門點一下就衝出去 那種可能對有些女孩子來講 他就比較不喜歡 因為在市區他就不好操控 對 他這一台比較不會 他中性 OK好 那還有嗎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轉向 轉向 他的轉向也是很中性 也是很中性 他剛好在日系車跟法系車的中間 有些人說要轉向精準才是好 結果你說是轉向中性 對 因為法國車 法國車太靈敏了 那德國車就是剛好在稍微 但模糊一點點不過他還是準 那日系車就是比較趨近 比較模糊 對 所以等於說他在中性一點 OK 那這個對很多人來講 不管是比較容易上手 先生想要熱血 這個也可以辦得到 那太太呢 溫和的開 他也覺得不會太靈敏 太靈敏 對 有些女孩子不喜歡轉向太靈敏 這個是有差別的 好 還有嗎 然後優點的話 還有他的高速的穩定性 高速穩定性 因為他底盤設計的還不錯 是不是 這一代的底盤算是MQB的第一代底盤 初代目 剛開始VAG在做模糊化底盤的第一代 所以他很多設計的概念都走在 在當代走在非常前面 就算到現今來講 他還是算是非常非常先進的一個設計 那你說的穩是怎麼樣穩 就是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就是你在高速 你開高速公路 以台灣的高速公路限速110 開到110就覺得很像 我現在車速真的有110 感覺很像8070 這個我有印象 因為我之前在德國 我朋友開到200多 我只是問了他一句說 你是不是開快了點了 就他已經開到200多 他開的就是奧迪的車 那個真的很穩 高速的穩定性真的很厲害 這家奧迪是Quattro 對他是A6 Quattro 更穩 OK 那穩定性沒話說 德國車嗎 還有嗎 然後還有他的空間 空間的力量非常好 他的車廠4米6 4米6而已 4米6大概是Color Skoda Toyota Artis 我跟妳講 現在連Vios都已經4米5多了 他的後車廂 多少 有將近600公升 後座還沒有倒平 就有600公升 600公升 然後他的西部空間 全車都做 身高180公分的乘客 每個乘客的西部空間 都還有兩個拳頭 想看 在這個4米6的車廂面 進來可以這樣實現 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設計感 他的空間 Skoda對於空間 這個品牌 對於空間的設計 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讚賞 對 那還有嗎 然後還有他的用料 就是比較 他的很多用料都還蠻好整理的 真的 比如說這個皮啊 還有這些金屬的飾板啊 這些塑膠件 不會難搞 都很好清理 因為他們的品牌的訴求 就是Simply Clever 就是我要 就是樸實的 就是平時樸實好顧 所以你覺得這很好 很好顧 沒有什麼 而且他們家的很特別 他們家的環保材質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因為我發現他的環保漆 用到這個時間點都不會掉 OK 對對對 我現在里程已經相近的 將近17萬公里了 好像是 環保漆都不會掉 這個是在歐洲車 現在有歐洲車 很少見 非常的難得 OK 對對對 大家最擔心就環保材質 這個品牌 我覺得他們對於這方面 真的有他的特色 還有嗎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這些 剛剛這個馬丁分享這個車子的優點 我身有同感 因為我才剛把我的PASA處理掉而已 太可惜了 真的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很捨不得 我很想說 這些車子在試完以後 沒關係 我就留一台我自己想要開 我最想開 真的就那一台 真的 又省流又好看 然後你說那毛病 我真的覺得 而且你開高速公路的比例嚴重 對 我都開高速公路不好 那柴油車真的是非常適合 唉 可是已經賣掉來不及了 太可惜了 下一台下一台 下一台再試考一下有沒有什麼 OK 那這車子開到現在 是 有沒有什麼缺點跟大家分享 有 這麼直接 他還是有些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他的那個小毛病就是 以JP來講的話 他的那個檔位 DSG的檔位的那個感知器 喔 檔位感知器 喔 在寶庫內有出過一次 那是怎麼樣 他就是在開的時候 就是有一段時間 他會亮一秒鐘的故障 比如說他會誤判你現在的 你的手不用在那裡 對 他的檔位是P檔 喔 就是D檔的時候 但是他跳出是P檔 對 就嚇一跳 欸我的車子我突然變P檔 可是事實上沒有 他只是那個Sensor 出過 因為你這個不是現傳的 所以他沒辦法電腦控制你 他就是明明就已經排在D檔 怎麼可能跳到P檔 我這次我這台有出過一次吧 就是那一次 那個東西 還是過不久又出現了 喔 那我後來又去問了計時 然後他說這個 就是我們JP的通病 那他也沒有立體性安全的問題 就屬於電腦 對他沒有立體性危險的狀況 所以後來就是OK 就當作沒有看到 就這樣開到現在還是都蠻順的 OK 好吧 那既然說這是通病 那你有時候沒辦法處理 但是沒有影響到安全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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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影響到駕駛 OK 好那還有嗎 缺點喔 他的缺點 就是還有他的座椅 座椅怎麼樣 因為他座椅就是 德國車來講 以德國系統的車子 他座椅就會偏硬 真的 那你坐久之後 就會腰會出現一些狀況 而且你長期開的時候 對 因為德國 我上次試駕PJ208 我講過一個東西 就是他們德國車的訴求是什麼 路感清晰 對 他會知道你四顆輪子在哪邊 對 然後什麼輪子壓到什麼 壓到什麼都知道 壓到一顆熔岩尺都知道 都知道 對 他就忠實傳遞路感給你 對 對 那在Skoda上面 因為他還是屬於VAG機團的車子 他還是屬於德國系統的車子 對 所以他開起來也是典型的德國車 喔 所以路感很清晰以外 對 座椅也是比較硬 對 因為我在德國開車的交通環境 跟台灣真的差太多了 德國路太好了 所以在德國開沒有這種問題 可是你在台灣呢 你就會明顯的感受到 另外的起伏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越來越進步 台灣的路 所以為什麼我的旅程比較升級呢 我沒有機率升級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個 因為他本身的座椅就不是很軟 他已經很硬了 他已經很硬了 那加上你如果旅程在加大 輪胎扁明比再降低 那個震上加震 那個受不了 那個後面 你知道再長輩就會被黏 OK 所以差不多是這些缺點 差不多 好 那我來問一些比較 比較一般的 normal一點的問題 我來想看看 保養 VAG的車保養都很貴 小保養差不多六到七千塊 六到七千啊 對 六到七千 如果一萬五來保養的話 那也還好吧 其實算起來 平均起來算便宜的 其實沒有貴到哪 沒有比較貴 而且他是柴油車 這個就是這樣 那大家自己去斟酌 那我來問看 油耗 對油耗 怎麼樣 這個油耗又是另外一個迷人的地方 另外一個迷人的地方 怎樣 你看這個中型的VAGON 4米6的VAGON 高速油耗你知道多少嗎 不要賣關子 直接說 24每公升 假的 實際算油強 每公升把24公里 1.6的TDI這麼省油 為什麼後來都不進了 不出了 要問原廠 真的很奇怪 2.0 因為我那2.0頂多 2.0TDI跑不到20 跑不到 那怎麼會 我開過2.0TDI 怎麼樣測都測不到20 但是1.6TDI跑高速公路 隨便開到20 隨便開 要是有辦法進這個 我覺得很適合我 真的這個油耗實在是太漂亮 那我再問一個 妥善率 妥善率 妥善率嗎 其實我覺得意外的好 意外的好 就只有那個感知性 以我的使用就是出過這個保 那以DSG變速箱的話 就是我們大概抓是15萬公里 15萬 DSG好 那我知道你有很多台DSG的車 到時候我們來 等一下我們來分享DSG 沒問題 所以缺點差不多就這些了 缺點就是這樣 最後呢 我們剛剛聽完這個馬丁 我們南高音分享這個 車子的優缺點 我們最後還是要來分享一下什麼 真心話不冒險 只要馬丁你講真心話 是 讓對Octavia有興趣的人 不會冒險買錯車 所以你一定要講真心話 知道嗎 沒問題 你不要每一台都推薦 剛剛之前那幾台每一台都推薦 到底要買哪一台 不會依照需求推薦 因為這個車子 它並不是每一台車都適合每個人 你不需要看你當下的需求 使用的需求 還有你使用的環境 你開車的環境 所以你會看到他買的都是 很類似的 比如說 開起來的感覺就是那樣 然後那個柴油 每一台都柴油 你都買柴油車 柴油車的高速度 就是它的使用情境 因為我們跑高速公路的機率太高了 所以柴油車的油耗是真的跟汽油差很多 非常好 對 那這個車子如果再回到五年前 一樣的預算 一樣的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Octavia Combi嗎 當然會 因為我的話當然會 那你會推薦給大家嗎 我要推薦給大家 就看您的使用需求 那它的需求 這個如果跟你差不多 你也會推薦 當然會推薦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就是能文能武的 好車 好那我現在 我覺得 大部分的人在意這個VAG的 不管是Aldi Volkswagen 或者是Volkswagen Volkswagen Volkswagen 那英文名字叫Volkswagen嗎 它是德語單字 國名車 Volkswagen Volkswagen 好了好了 念不出來 我被糾正 不好意思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正確的念碼 Volkswagen OK 這個在很多人在買這個Skoda 或者Volkswagen 或者是Aldi的車 最在意的就是它那個DSG變速箱 你有什麼建議啊 就是說這個車子 怎麼開會比較能夠維持它的手命 DSG變速箱來講 比如說以台灣的交通路況 我們常遇到紅綠燈 遇到塞車 比如說聽紅綠燈要 綠燈起步的那一刹 就是盡量的 不要讓它有爐行的時間 就是不要半離合的狀態 對所謂的爐行就是 您的煞車放掉 它就是已經進入了爐行的狀態 那爐行久了之後呢 你的DSG變速箱可能就在哀好了 就魔號 對尤其是乾式的 為什麼人家說 DQ200這種乾式的七速雙離合器變速箱 比較容易掛 就是因為它的散熱本身就是 散熱效率不比144 然後再加上爐行的時間長 那這個就對 因為這個變速箱就非常的傷 所以死亡賞光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我放開煞車的那一瞬間 要大概隔一兩秒 稍微補一點點油門 OK 就是你凝開手排車應該也會吧 就是離遊戲放的時候 會稍微補一點點油門 OK 那比如說我放開油門 讓它滑行的這一段 這也算乳行嗎 不 您之前踩了油門之後 它基本上檔位已經進去了 進去之後呢 就是已經不算乳行了 所以這對變速箱 就比較不會這麼的傷 尤其是我們這個DSG傳說中的 非常有名的BQ200 對這個變速箱可以這樣做 那假設真的遇到死亡閃光了 通常是什麼問題 法體的問題 那離合器片呢 離合器片的話不一定 離合器片屬於耗材 它是耗材 就像我們車輪台一樣 它本來就要換 它本來就是一定要換 那差不多換一下要多少錢 如果正常的話 最貴最貴應該不會超過台幣5萬 就是最貴也是 就是這樣子 如果超過的話那就是 那如果說法體呢 法體的話嘛 也差不多這個價位 也不會太高 那就是說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正常使用里程 大概可以撐多久 如果正常 就是您都有到DSG正常使用的方式 那基本上呢 15萬公里是 15萬公里是沒問題的 所以大家自己去斟酌 其實15萬 然後花個幾萬塊 去維護或保養它 我是覺得還好啦 就像有電車的那個電池一樣 你大概十幾萬它要換 你換一個電池 讓它又重新變成新的 這不是很好嗎 有我們有車輪 有到20萬才換那個耗材 所以你看 因為它常開高速公路 它幾乎是百分之百多高速公路 那它換的那個離合器片的時機點 就會比我們更差 這就是看你自己的使用 沒錯沒錯 那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這個馬丁跟我們分享 他這一台 Actavia的使用的 這個 DSG的使用的一些心得 然後又加上這個車子的優缺點 還有那個買車過程 讓更多人知道 你的買車的這個 到底要怎麼樣選到 最適合你的車 那再做最後一次的那個 跟大家分享 就是馬丁這一次南高音 他要在我們雲林骨坑這邊 辦了一個類似音樂會 就是沙龍林音樂會 對 這個一定機會難得 下面有連結 免費入場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那希望大家來的時候 可以配合一下 店家的最低消費 消費多少錢 就不會超過台幣兩百 一百多塊 一百多塊 因為骨坑的咖啡也有名 骨坑咖啡真的很好喝 OK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好 期待下次齁 你不會還有其他車吧 你到底幾台啊 我們再繼續賣光子吧 下次見囉 拜拜 你都看完了 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獎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 歡迎參考聯絡資訊 好嗎 谢谢观看